习近平主席参加了金专峰会 还跟莫迪见面完之后呢 就有好消息了吗 我们当然希望这是成真的 因为中国大陆周遭真的不能乱 来看到呢说中印的军队 已经开始从中印的边境 喜马拉雅山附近撤退了吗 中国大陆说呢 其实最近呢 中印真的有对边界问题 有解决方案 而且呢正在朝正向的发展前进 我们先来听听看 中国大陆外交部是怎么说的 根据中印近期就边境有关问题 达成的解决方案 双方的一线部队 正在开展相关的工作 目前进展顺利 好将军我想问您 您怎么看 因为呢习近平主席 才跟莫迪见完面之后 那之前的时候就释放出呢 中印的边界有解决 有一些妥善分歧 然后呢见完面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真的就是朝正向的发展 因为我们知道中印边界 现在也是呢 之前蛮诡诀的 常常有些乱的一个状态 因为印度就常常 在搞东搞西的 但是中国大陆其实呢 不只是已经有谈好了 你也不得不啊 因为中国大陆早就把歼20 放到了西藏的日克泽空军基地 这个地方距离你印度也很近 所以你军事上也打不过中国大陆 现在真的有好消息了 对这个就是我们知道 金专 这是金专会议的 金专会议他们两个见面 两个见面一定要互相互 这个互试 试出善意 那试出善意最重要的就是 边境的争议问题 那大家各退嘛 因为在2020年 大家打过架死过人了 虽然是狼牙棒 那些棍棒 还有这些延敲 这个锄头等等 但是问题是冲突人在嘛 那现在加拉网河谷 大家都后撤 所以这个争议的地区 那这样的话整个的就是验兵息骨 因为他们进行了多少次的军级谈判 因为有谈判就会降温 就怕没谈判 没谈判会战略误判 会造成紧张局势的堆积 那他现在谈判 那现在结果两国的共同领导人在卡三 就达旦共和国 这是由俄罗斯主办 那军专会 那这样的话 大家这个有这方面的达成共识 那当然都要互出善意啊 我们这单单公司要不要加善意 有 我们双方都撤 把主力部队都后撤 那这样的话 主力部队没有在这个前沿地区性 互相对峙 那整个气氛就仿和了 因为你后撤 那个地方变成无人区 大家都不要进来 那大家回到各归各位 那当然中国大陆 你刚刚讲到这个歼20 那部署很久了 对啊 就在那个地方 那个算是 那个是高原机场 高度3900多公尺 相当高的 这个高原机场 然后他在这方面 也克服了一些 这些我们讲气候 也包括高原地形 这方面的这些限制 换一下中国大陆的空拳 已经伸展到 这个我们讲到的 就是争议地区的中印边境 所以中国大陆在这方面 慢慢会有主导的优势 对 中国大陆有主导的优势 因为呢 就军事上来讲的话 中国大陆早就做好准备 日克则就已经有歼20 歼20其实呢 对于你印度真的是呢 会有很大的打击 所以居上你打不过的啦 那中国大陆也希望跟你 有一些友好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 习近平主席跟莫迪 见完面之后呢 就一些好消息不断 当然我们也希望 印度不要变来变去 因为印度常常都是呢 说三道四的 但是江轩怎么看 这一次莫迪跟中国大陆 我原论上 印度虽然强调 他是不结盟国家 但是印度是个机会主义者 你看这次欧布战争 对不对 他是站在 他有点点 他虽然是站在中间的地方 但是外交 某些场合 他是站在美国这一方 但是问题是 从俄罗斯大捞好处 买石油拿天然气 哇那个价格又便宜 要转手卖 对 整个少货 少货之后转手赚一笔 自己也赚一笔 他比越南还要阻止外交 像美国这些 美国的这些软体 或硬体的这些金片 从美国得到这些技术 也得到 从美国得到一些资金 在印度设厂 你看他从美国这么拿好处 又从俄国那么拿人员的好处 俄乌战争的话 对大家看 他也是光讲说 美国是受力者 我看印度也是非常大的受力者 他强调不结盟 就从不结盟当中 又获得了很多好处 所以我来认为 他虽然跟中国大陆 在这一方面有一些握手 言和互相互测评 但是我认为 方人之心不可忽 因为印度不是一言九鼎 不是一言九鼎的 他这个随时会 会翻书的 会变脸的 因为这个状况 气氛的好 是好意思 我认为还要观察在后 对 没错 刚刚强君点到一个 很大的观点 因为大家对于印度 都是有一点点觉得 你没有信用啦 你之前为了中国大陆好 所以这些开放外资 这些等等 给一些甜头 赚了钱之后 就开始要坑杀 坑杀外企 坑杀小米 坑杀华为这些 好 我们当然希望 中印的边界 能够冲突减少越来越好 那当然最新消息 就是说难道传出来 就是双边要撤军了吗 当然希望往正面的方向前进 但是要观察 再看到下一张是 美国现在真的让 金专成为全世界当中瞩目的焦点 尤其是美元霸权这一块 其实也受到很大的挑战 来看到普丁总统 在这一次金专会议的时候 就痛骂说 美国你把美元武器化 真的是美国犯下巨大的错误 这只会打击美元 你自己的地位 俄罗斯其实也没有寻求 要放弃美元或击败美元 但是你是阻止我跟美元合作 还说中额95%的贸易 都是由人民币跟卢布 来进行结算的 然后其实你可以看到 金专也有退出 跨境支付的Brice Pay 还有很想要去美元的 就是巴西的这一块 卢拉就说了 我们金专很多人 36亿 全球购买力评价 占了全世界的GDP36 拥有72%稀土 75%的猛 还有十猛五成 所以有那么多资源 但金融却流向了富裕国家 所以大家要做金融的改革 然后就是不要用美元来进行交易 我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是金专国家 因为美元霸权是从1973年石油危机 石油危机的时候 冲通都是石油 都以美元计价 到现在大家知道 一桶多少钱 那都是美元 没有说一桶多少钱是人民币 或者是我们讲卢布 不是这样 一直到现在为止 金专美元被金专霸权 但是问题是这个两个要 这个金专跟美元要在那边 这个分庭抗礼 我认为还要一段时间 因为美元霸权50多年 那金专要拉上来 金专有三个优势 第一个人口优势 你讲到这36亿 只是它这个成员国 但其他南方市场 包含南美洲 也包括非洲54个国家 那加起来不得了 因为这是属于第三世界的 那跟这些我们讲到 工业先进国家 毕竟它的发展已经到了巅峰 想要再成长 有限 达到天花板 其实有十分有限的 反而这些金专国家 南方共同市场 跟非洲的广大市场 它因为有的是接近楼地板 成长的空间非常的广 人口又多 然后领土又大 它在特定 中国大陆的 这个970万平方公里 俄罗斯1700多万平方公里 这个印度300多万平方公里 都是巴西 巴西占整个南美洲的一半 都是大国 然后那个大国 人口多 人口多 然后资源多 地广嘛 地广资源就多 第三个 成长空间大 你像那个G7 不管是加拿大 美国 日本 包含德国 意大利 法国 英国来看 都是到达天花板 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它优势在这个地方 至于这个 我们讲到的这些 这些加密货币 或者是将来的金砖货币 或者金砖之桥 我认为逐步取代美元 这是趋势 对 其实俄罗斯刚才讲的 也很明白说 我也没有说呢 要呢 这个挑战美元 而是说 我不能用美元嘛 那美国呢 这个常常都是有霸权 这个你跟我好 我就让你用SWIFT 就现在变成了工具 哎呀 跟我不好 我就把你逐出去 所以呢 其他国家 不是说不想用美元 是会担心嘛 因此大家想说 要有另外一个配套措施 那其实呢 你用呢 这个金砖相关的支付系统 也没有说不能用美元啊 所以呢 它是多了一个支付系统 然后呢 可以呢 大家减少用美元的支付嘛 因为就少了手续费 所以美元的霸权 所以慢慢慢慢的 受到很大的挑战 当然哦 不是马上就看得到 但是呢 可以看到金砖每次每次 推进一点推进一点 美国的霸权 就会少一点少一点少一点 另外再来看到是说呢 这个中国大陆现在 很多能力都造的出来 你的军工啊 这些通通还有民用都很厉害 尤其是来看到呢 这个伊朗 伊朗传出来呢 说希望能够用13亿美元 来买40架的骁龙 那13亿又买40架 那真的是骁龙太便宜了 应该也不会那么低 但不管怎么样 这凸显怎么呢 伊朗想要买骁龙 因为呢 他一开始的时候 也想跟俄罗斯买苏35S1啦 但是俄罗斯打仗嘛 然后呢 其实他们内部有两派 一个力量是说 我们要买攻击型的 就是像这种攻击的战斗机 然后有人说 我们要买防御的啊 我们不是跟以色列在作战吗 等等了 所以可以买俄罗斯S400等等了 但是呢 现在传出来就说 因为俄罗斯这些都没有办法提供啦 那现在就传出来 也许他们很想要买的是骁龙 骁龙战机 因为骁龙战机是 中国大陆跟巴基斯坦共同开发 在我们讲在中东地区 因为巴基斯坦 这是在印度半岛跟 刚好印度半岛跟阿拉伯半岛中间 在中间 然后在这个地方 气候各方面用的都很习惯 那现在伊朗要买 伊朗的飞机都比它老旧 你要知道在巴勒维时代之前 全部都是美式装备 那巴勒维下台之后 整个造成这个我们讲的跟美国 美国大使馆事件 造成美国跟伊朗的关系 搞得非常的坏 一直到现在 然后伊朗又被美国禁运 又被美国经济制裁 那这样的话 它整个的经济状况就不好了 那不好 但是不要忘了 伊朗它是石油输出大国 还有这个天然气输出大国 那这样的话 那它是不是要再 跟这个死对头 以色列之间有这个方面的对峙 最近也蛮紧张的 那是不是要靠战机 以色列就快要报复了 那靠战机的话 我认为销龙是目前最佳 因为它在那个地方 因为巴基斯坦用的很熟了 你在巴基斯坦没有很熟 你现在卖给伊朗 差不多 是这样子 这个我们在中东地区 阿拉伯国家是两种不一样的人 第一个阿拉伯人 像沙拉伯阿拉伯人 伊拉克阿拉伯人 但是伊朗 伊朗是波斯人 但是他们都是 整个都在阿拉伯这个地区 中东地区 那它现在有了 中国大陆的销龙卖过去的话 它这样我认为它运用上会比较成熟 而且在它整个的作战的场域已经习惯了 就是在 我们知道 你巴基斯坦不是就用得很成熟吗 是 然后这个就是外销型 对 那外销型有一些外销规格 就是说我已经规格化 那不是说光我中国大陆用训练就可以了 外面也可以都训练 对 因为你已经把它外销化 那这个最好能够直接转手直接上手 没错 其实巴铁因为有销龙的关系 其实你可以看出来 中文大陆帮助了巴铁进行军工的制造能力 那销龙已经非常成熟了 所以伊朗想买的话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容易 而且它也有很高的性价比 那为什么伊朗急着也要来买销龙战斗机呢 我们知道它的死对头现在变成什么 变成跟以色列 因为以色列中东大家都非常的不满 就只有伊朗现在看起来 军力真的可以跟他进行匹配 然后你可以看到以色列就说 我要报复了 我快要报复了 我们等一下也会好谈 但我们先聚焦在伊朗为什么呢 想要买销龙 我们来看到下一张图 你会发现说地图一摊开 就会知道说销龙其实 尽管它不是什么隐形战斗机 那你跟你呢 美国给以色列F35i真的可以比吗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有一些先天上的一个优势 来看到以色列跟伊朗的部分 伊朗不会这个飞什么战斗机去打你 那导弹打你差不多 那你呢 以色列要来轰炸伊朗的这些什么核设施 能源等等 你就必须要用轰炸机 或者是说你有F35i 但是你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很远 你知道吗 这个过程是1786公里 这直线最快的 所以你F35i你必须要加油机 你要加油机的话就很容易被看到 所以将军怎么看 如果有骁龙战机在这边镇守的话 你就算你有F35i 其实我呢 就光骁龙去打你的战斗机的加油机 就能够达到它的目的 我认为预警情报非常重要 预警情报的话 它那个以色列一定要空中加油机 还有空中预警已经要起来 那这些空中加油机跟空中远机 它有固定的机场 旁边一定要看 因为你飞机起飞眼睛 你就算是有逆中 你眼睛看得非常清楚嘛 是不是 F35也是一样它起飞的时候看得很清楚 起来多少架 大兵力 上面有没有挂载挂多少架 看得很清楚 这个时候要回报 这个是预警情报 没有预警情报 机场放那边又不会跑 我们把机场今天跑那边去 不可能的 机场都是每一个 以色列所有机场 统统都是孤零救到几个军容机场 你把它掌握住就好了嘛 它起飞 第二个你要注意到起飞的机型 起飞机有空中加油机 起飞机有空中预警机 要执行任务了 那就知道了 不然你没事 空中加油机起来干嘛 又是大兵力起飞 而且又是大兵力起飞 那很容易就暴露了嘛 这个预警情报一定要掌握清楚嘛 起飞的机型你要弄清楚嘛 今天起飞的是直升机 放下 直升机不可能飞到伊朗去轰炸的 它一定要做长期的 所以非常的清楚 就我们讲的预警情报 从起飞的基地掌握 然后起飞的机型做掌握 然后第三个航路 它不会直线飞 虽然是1786公里 不可能这样 它为了起飞 它不会这样飞 它绝对是绕航路 而且做挂迷航机的编号 搞不好 故意这样骗人 因为所有的迷航来来往都是迷航机 迷航机 它混在迷航机里面 然后要挂迷航机的编号 那你这样的话是不是 就把伊朗欺骗了 伊朗以为是无人机 因为反正这个都是航路嘛 没有 要在里面 他以色列去打突击 我们叫做恩德比机场 那个就是挂迷航机的编号 那个乌干达在非洲 非洲东边稍微偏南边一点 乌干达突击恩德比机场 就是挂迷航机的编号去 而且是晚上 那这个可不可能是晚上 不论晚上的可能性 为什么 晚上夜色做掩护 人这个时候机场附近的人 都会失去警觉 包含直勤的雷达管制官 也会失去警觉 那今天我们要讲是1786公里 那可能它飞2500 来回是不是5000 它一定会绕原路 以色列绝绕原路的 让你不知道 它是从以色列在那边起飞 是从其他基地绕过去的 那这样的话就是出其不意 那它掌握几个另外一个 不要忘了最后一个 空中加油走廊 去要执行任务前 空中加油 炸完之后回来要空中加油 那空中加油走廊要掌握自己 你要画有几个 可能是以色列的 空中加油走廊 去要预先做伏击点 你说伏击点 专门打预警机 专门打空中加油机 那不是达到目的了 对 所以那我想问一下 因为将军 大家刚刚特别是说 以色列会用哪些招数呢 去对伊朗进行攻击 但是呢 伊朗如果有消融之后 可以怎么进行防范 所以刚刚将军说 要有预警 要有一些路线 还要小心它的深冬几席 还有来看到是说 它的上面的武器呢 比如说我们知道 那个F35i 它带的是什么呢 是AIM120 大概没有那中国大陆 这个骁龙 它可以装的是霹雳15 霹雳15射程是200多公里 它可以打得比你远 这个霹雳15的话 去打那空中架 刚好 对嘛 还有打空中预警刚好 但是要打这个F35 F35可能要在技巧上 你要怎么样去发现 因为它是命中的 对 所以你要分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接战梯队 我负责跟F35接战 对 第二个攻击梯队 攻击梯队是攻击 它的加油机 我们讲到的 KC-135 或KB四洞 这是空中加油机 去打它这个空中加油机 所以 接一应 这个接战梯队 跟攻击梯队要分开 你这个接战梯队 专门是接战 你不要去打那些 空中加油机的 空中加油机 由攻击梯队去 所以你要分两个梯队 那就很清楚 这个以色列 他一定会打这个 我们讲的 这个攻击梯队 那你攻击梯队 去攻击 你要这个接战梯队 出去接战 OK 你刚好要这个样 因为以色列 因为我想帮你打散 那你就把它弄好 你把它弄好之后 这个是 这个是接战梯队 专门去对F35去 这个是攻击队 专门对空中加油机 空中女机 这就对了 你要这样的分开 不要打混 不要混乱了 那这样的话 以色列就很难 以色列就很难招架了 因为你已经两个梯队 这个行程的话 你只要想到 你只要把以色列的 所有的空中加油机 干掉 他就飞不回去了 飞不回去了 空中 干掉了 他现在已经距离 比如说境外 距离一两个月近的话 完了打完之后 你游泳差不多了 结果你还是 有去无回 你还剩下1600 1700公里 你怎么办 你没有游 那你要 你这个是要落在 伊拉克吗 你还是要 那你会被打死 你还要落在 落在约旦吗 都是敌对的 不给你落 那怎么办 他不给你空中 被你落怎么办 那是不是就挂了 飞机飞到最后面 你根本不要去打他 他就没有 是 所以为什么这张地图很重要 因为呢 以色列跟伊朗是很远的 我刚才说的是1786是直线距离 那你要来回的话 光是直线距离来回就是三四千了 所以你一定要有空中加油机 但你空中加油机 这就是呢 这个骁龙 他可以打呢 用霹雳鼠去打你空中加油机 打你预警机刚刚好而已 所以骁龙 如果真的对F35的话 一会是隐形 那是不同量机 没有错 但是打你的预警机 跟你加油机刚刚好而已 你有防晒吗 我每天都有擦防晒乳 KS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真心推荐给大家 记得我的推荐码 CTI627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 强性水嫩 轻松不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夫录 全校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动靈密码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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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